人類往往對一些神秘 而科學又無法解釋的事物 特別有興趣 究竟鬼神之說 是否存在的呢 逢星期四晚上 10點至11點半 主持NQ 潘發江師傅 帶大家答通這條 猛鬼頻道 好 又回到第二節 Part 2 猛鬼頻道的時間 有我潘發江 和我旁邊的嘉賓 徐先生的徐師傅 我們上一節 就講到士刀這個問題 都是對一個 其實是怎樣 即是說是 怎樣的士刀 或者是怎樣 這個 很大力拉下來 一直狠 這個網上 你剛才Part 1 講過 網上的影片 一個小朋友 自己進入了 其實是 這些 在我們 譬如說 你怎樣看 這個寓意其實是甚麼呢 其實來講 首先 我不講他入不入先這件事 即是不講這件事 其實我們在成功裏面 法科裏面試到 我們是 除了顯示 弟子對神壇的信心之外 其中一樣比較重要的就是 當我們去接受信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除了要接受信這件事之外 還要相信在我們周圍 會有很多其他古靈精怪的東西存在 是 一定會有些古靈精怪的存在 在神功裏面 我們用刀這件事 是 有時候 我們會用刀 是幫一些善信 去把他們 惹到一些 骯髒的東西 就 拿一把法刀 我們叫法刀 有些法力的法 法刀 就幫他們身上惹到一些骯髒的東西 就劈走它 當然 拿刀的人 不是 所有人都可以拿 不要想學到兩三年就能拿刀 是 一定要跟師傅學過 怎樣去劈 怎樣去斬下去 怎樣去斬哪個位 用甚麼力 或者之前要做過一些甚麼程序 這些就叫做幫他們辟去一些東西 辟去一些 譬如我們所說的運程 比如運程不好 這些也可能會辟去 但是 是不是一定每次都要用刀呢 就要視乎師傅 他跟善信 見完面之後 要不需要斬它 要不需要斬它 不是每次都斬它 不是每次都斬它 視乎師傅爭不爭它 要不想斬它 在網上 認我前些人 不要亂來 不要自己說 不要亂來 要經過長時間的訓練 不要亂來 要經過長時間的訓練 要經過長時間的訓練 不要亂來 真的不要亂來 好了 我們不如先聽聽電話吧 好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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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稱呼 知智 是 旁邊有嘉賓 徐先生 徐師傅 是 你好 你好 是 怎樣 我打算是想請師傅看可不可以幫到手 其實這一兩年 覺得自己 即是自從我老公走了之後 割了身之後 我覺得自己好像 運程越來越差 我和小朋友都經常有病 其實我都找過幾位師傅 但是每個師傅都說的都不同 大致的都是說 我老公在我身邊 即是 我老公在我身邊 即是 即是 叫我應該要做一些法事 但是每次都 收了錢 即給了錢之後 就沒有夏文 沒有夏文 沒有理由的 是啊 即是收了錢你都會追他 如果沒有夏文 他收了一些錢 我有追分的 但是我一追他 就被他爛回頭 有些有錢 師傅的嗎 收了錢不做事的嗎 有些甚至乎 我不知道給過一次錢 給過幾次錢之後 就開始 態度越來越不好 我又不是很敢找他 有時 等了很久都等不到消息 我再找他 他反而會罵我 意思是罵我 你沒有錢你就不要做 那我就算了 即是不敢再問他 這樣的嗎 那你可不可以 不要說名字 那你可不可以 你找了些甚麼科目的法科 或者是 是不是我們中國法科 還是哪裏法科 師傅說 剛才說的那位 就是泰國的 即是說 給過很多次錢 然後後來又 給多幾次錢之後 然後他又無端端 又罵你 說你沒有錢就不要做 那些 甚麼 是啊 這樣嗎 即是他再開價 其實他就開了個價 但是當時我其實已經很黑了 我自己都已經沒甚麼錢了 但是我都很想做的 那他就說 你現在身上有多少錢 那時候我說幾千元 那他就說 那好吧 你拿來先 信上你多一些 一般變成手法 那時候我真是相信他 你身上有多少 我先拿來先 是啊 然後他就說 剩下的那些 就給我慢慢分歧 那我真的 真是 個個月 月頭 就分歧給他 但是給了幾次都 沒有收過他的電話 又不知道他是不是 真的 又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經開始做 那我就問他了 結果就被他罵了 所以你問他了 然後我都不敢 問他 他罵你甚麼呢 又再給錢了嗎 他就說 那我都未給了錢 這樣說 然後我不是說 但是你不是說 就是給了錢之後 就開始 開始一路分歧 他的法律就開始 你又繼續分歧 不是這樣的嗎 對 大家丟好了 最初就是這樣的意思 然後他就說 但是他就說 我應該要給了錢 才知道 明白明白 那後來呢 瑪莉師傅這樣 你認識了一點 然後呢 然後怎樣 然後之後 我還是覺得 不是很順 那些小朋友經常病 那我又再去找其他師傅 那 有些就說 那因為呢 我的小朋友呢 在家裡 經常都說 看到有鬼 是 但是他就沒有說是爸爸 不過他就說是有鬼 那 我也有問過他 我說 是男人還是女人來的 然後他說 其實會不會是爸爸呢 然後他就說 不是的 不是爸爸 那 然後我就再去找其他師傅再問 那 有一個師傅呢 就說 就是說 在我家裡的那個靈體 真的有的 那是我的家臣 那應該是我過了身的老公 那 因為他是 即是我的家臣 那 那這些是我的家事 那 那他不方便插手 那 越來越好笑 這個師傅 那中國還是泰國 這次又 錄音 是 大家來的 這樣搞的 真的要 拍攝 那些師傅 是吧 影響了錄音 那些事情 怎麼會這樣搞的 是吧 陰人偶 我不知道徐師傅怎麼看 我認為 我傳來 就是 因為他不搞 你叫陰人搞洋人 那洋人是求到師傅 我們為什麼不幫他 是吧 對 都說幫不了 你陰人 你家仙還是什麼 總之你搞人就不行了 是吧 是吧 怎樣 他就說 即是說 他只是在我身邊 因為他醫戀我們 不捨得我們 在我們身邊 沒有搞過我們 沒有害過我們 所以就叫我不用管 不過我們真的經常病 而且 我自己最初都相信的 那後來我再回家 再回想 其實我 我的老公生前 都已經對我不好 即不是那麼好 所以我 所以我不是很相信 即是他在我身邊 原來這樣 原來這樣 是啊 即是 我們經常都病 我們都想解決 即是生前 大家都感情都 不是那麼好 所以 他去世了之後 你都覺得他沒有理由 是他 那個師父所說的 這麼醫戀你們 是吧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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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個人不信他要求你 是啊 這樣 這樣 我們就不知道 一家人不知道一家事 是吧 但是 怎樣都好 你想做什麼 現在你打來是靈遲分量 還是你想求助 還是什麼 求助 求助 OK 是啊 其實我 因為每個師父說的都不同 我不知道究竟 是什麼一回事 或者是關不關 什麼事 其實他說的事情不同 不要緊 最重要是做到事情 就可以了 哈哈 是不是 他最重要是做到你要的目標 或者是你懷疑的事情 全部由你拆解了 那就行了 是吧 劇本不同也不要緊 的 那些殊逃從歸 你沒事就行了 但是現在你是 未滿意了吧 是啊 是啊 哈哈 好了 因為我個小朋友 今年十歲 十歲左右 他自從我老公走了半年之後 就開始有皮膚病 一直到現在 多久啊 多久啊 多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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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半了 有了年半了 都未好 OK 那又可能說會不會是 犯了一些殺或者其他 是的 那要檢查過才知道 要檢查過才知道 是的 要檢查過才知道 你可以的話 你留下電話給我 麥克風或者我再和你聯絡 好嗎 好嗎 好 謝謝師傅 好 我說多謝阿GiGi的投訴 哈哈 哈哈 好笑說 嚇到我 錄淫師傅 整個疾疾 對 他說家仙搞不到的 這樣怎麼搞啊 這樣 是 那如果全部 如果徐先生 你這樣說 我認為 沒有理由 什麼的 祖先 有些人說祖先 家仙 怎麼會搞洋人 怎麼會搞後人 這樣 我又不是這樣認同 你又怎麼看呢 其實我的看法呢 不要理由祖先 家先 都好 始終大家 兩種 兩種 就是生活在兩個世界上 生活在兩個世界上 其實大家都有一個靈體 是的 我們 就像我們這樣 我和孟師傅現在有一個肉身 到最後都會有一個靈體 但是大家生活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 一個地方 我們簡單一點 其實要講得很複雜 我講簡單一點 一個地方叫陰界 陰界 就是家仙 或者靈體生存的地方 另外一個地方叫陽界 就是我們現在肉身住的地方 對不對 其實我們兩個地方 生活的東西 我們身體內部的 我們所需要的東西 都會不同的 都會不同的 如果 事實上 真的有些靈界的東西 我不管什麼都好 真的有些靈界的東西 在我們身邊出現 我們不多不少 都會受到那些靈界的影響 都一定會受到那些靈界的影響 只要影響多與少 就是看回我們洋人本身的信念 譬如我們有宗教信仰的那些信念 會不會影響到 通常都是這樣 或者陰的東西 會影響到那些靈界的影響 如果它共同 就是徐師傅的意思就是 共同 有陰野和陰人和洋人一起 可以摩擦到 靠近到 都會相對有多少 怎樣都有多少影響 多少影響一定有的 是吧 何況呢 有可能它是出手搞你的 有機會 好像家仙 祖先 這些事情 很多時候都會藉著一些 有些不滿意 又好像祖先那樣 祖先不會搞的 是後人的 我是祖先來的 我不是這樣看的 我的見解就是 祖先是一班人 是 是一班人 祖先是說 我們現在的親戚 有可能我們都認不完 是吧 或者我爺對上 或者他的兄弟 我們是不認識的 阿嬤的姊妹兄弟 我們是不認識的 一直上去 其實很多人我們都不認識 他不認識 他不認識搞你了幾期而已 是呀 再說 再說 就算認識 有些人說親兄弟 是呀 有時候有可能有打架 吵架 沒有好奇嗎 是呀 所以說 為何祖先一定不搞洋人 我又想不到這個問題 不是一定不搞的 是呀 就算他可能 我們有很多代祖先 是呀 我們不是對上一代兩代 不是有很多鄰舍的鞭皮 有很多鞭皮 鞭皮 他可能真的 剛好跟我們的頻道有個 有少許磨擦 有少許磨擦 他就來了 他來了 可能他都不知道你是誰 是呀 你說我請過入祖先派 我好像得不到什麼 我要出多少糧 有時候有很多事情要求 有些事情 是呀 沒錯 如果這樣 然後懷疑祖先搞了 請個法科師傅去做 法科師傅說 不行呀 我知道祖先是祖先 我幫不了你 一家人不知一家事 是家事 是家事 不可以這樣的 不可以這樣的 有不可以搞嗎 因為始終我們是學法科人 所以要先幫助洋人 始終要他們 等同有個朋友來到家 他都不能長期在 他都沒有理由的 那是沒有理由的 他家裏 有人喊殺家庭糾紛 任由他 打生打死任由他 然後別人報警 有警察說 有家事 有關什麼事 警察走 任由他 我們就維持法紀 他請我們來到 在陰陽界裡面 我們就要主持公道 為事都平衡 是吧 事主請我們來 我們就要幫他 擺平這件事 你不要說 拘他 收他 捉他 什麼都好 總之我們要擺平這件事 來得就要幫到你 是吧 是吧 這是我們做法科師傅的本份 責任 這是我們收法的本份 你又 我們理不了你的家事 這樣 這樣不行 真的 這個世界 這個見解 真的什麼都有 這個世界 好了 我們不如 講到這些 我們不如聽聽徐先生 又講講郭經理 好像你以前 在陰材做過的事 是啊 為什麼呢 做陰材什麼 寶爺仔 是 我也想 其實做什麼 不要說 我在墳場工作過 什麼性質都不要說 不是 是見得人的 你問開這件事 當然想知道墳場有沒有特別的經歷 其實墳場裡面 都有幾多的經歷 其中一班 我印象比較深刻一點 但是不恐怖 一點也不恐怖 不恐怖 為什麼是靈異經歷呢 首先 為什麼要講靈異經歷呢 就是要講講墳場的運作 好啊 好啊 一般墳場運作 我們會有個大閘門 就是剛剛我那個墳場 有個大閘門 香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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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閘門 一向就是早上9點才開門的 但是有時候的大節日 譬如從洋 清明 就會提早7點開門的 哦 因為要做 是的 到7點開門的 我們在裏面做職員 會有其中一個 可能要封路要成的 我們其中一個 會早點回去的 早點回去墳場 打點一下一切 那一天 我記得是落無無細緣 我也是回到墳場 坐到寫字樓 很有趣的 我墳場的寫字樓 在馬路一走進去 就是三樓 就是三樓 一二三個三樓 馬路走進去三樓 樓下就是二樓 一樓 然後對上就是四五六七 哦 就是中間就是這樣 就是馬路來的 就是平台停的 是的 就是馬路來的 說到這裡 我想營外面前 很多人猜到是哪一份墳場 但是我不說了 當日我就要 大約五點鐘 五點鐘 要回去 當然要處理一下文件 準備好七點鐘開門的東西 在我處理文件的時候 我沒有回憶到幾多點鐘 我完全沒有回憶到幾多點鐘 就是知道自己要做事 要搞些文件 我做一做一做 在我寫字樓外面有一隻玻璃門 我看出去 看到有個婆婆在那裡 看到有個婆婆 當時什麼環境 很多人的時候 還是什麼 只有一個婆婆 只有一個婆婆 即是收工時間 不是開工 我五點多鐘回去 很早的 那一剎那 那一剎那 我就立刻看一看個鐘 看看幾點 因為我自己也害怕 因為七點就忘了開門 是大件事的 我看一看個鐘 還未到七點鐘 還未到七點鐘 應該是六點鐘 還未到七點鐘 那我心就在想 哇 有沒有搞錯 那個保安 這麼早開門出來 給那個婆婆 被人進來 被人進來 那我就 走出寫字樓 我第一眼就看一看大門 發現大門還是鎖住了 沒有開過 那個保安都不在 但是那個婆婆很實實在在 站在她面前 她是背面還是正面 我跟她是有溝通的 這個故事比較長一點 好 不要緊 我跟那個婆婆是有溝通的 溝通的是什麼 是聊天 是聊天的 我出去 我身就寒一寒 大家都知道 清明重陽不會是冬天的時間 雖然下著微微雨也不會寒一寒 但是我身寒一寒 我也不理 因為那些地方經常想要行一行 是很正常的事 我也不理 我走出去 見到那個婆婆站在那裡 我就問那個婆婆 為什麼你這麼早進來 誰開門給你的 是的 真的 我婆婆回答我很有趣 我約了一些親戚在那裡等 我說 我們這裡要7點才開門 現在還沒有7點 你為什麼能進來 我心想一個婆婆 不要緊 不要緊 你約了親戚在那裡等 在那裡等 我婆婆回答我 很奇怪 我約了親戚在那裡等 在那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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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說 我婆婆 為什麼你會約在那裡等 在那裡等 馬路一走進去 三樓大堂 你應該約在那裡等 我婆婆回答我 不是啊 我在二樓等 就要下回一樓 就是下回最底的那層 她說的話很奇怪 但是當時我也無法回意 我完全無法回意 然後我跟婆婆說 我婆婆 我們這裡四面都是空曠 微微雨都撇到進來 那婆婆你不如進來 我寫字樓坐 不要緊 她就是不肯進去 就是不肯進去 那時候我跟婆婆的距離 就等於我現在跟班師傅的距離一樣 很近 很近 真的很近 很近 說到這裏 我要停一停 就要說一個現場環境 現場環境 就在我的旁邊 有一條樓梯 那條樓梯 因為工作上的關係 會設計到我們在三樓 是會向上和向下 都看了七層樓梯的東西 旁邊的樓梯 看得通的 看得通的 上下 就是由地上至七樓 整條樓梯都停通的 然後中間的樓梯之後 兩邊都還有一條樓梯 兩邊的樓梯 以我的高度 和以我的步速 走到最近的樓梯 都大約要走二十秒 另外一條樓梯 就不止了 走二十秒 知道了環境之後 我婆婆不肯進去坐 我說不肯進去坐 不要緊 我婆婆 因為我們寫的樓梯 一向都放了一張椅子 我就想著 就這樣轉身 就這樣轉身 拿幾張椅子 我說一轉身 我婆婆給你坐 拿幾張椅子 然後一轉身 不見了她婆婆 我不知道 營光幕上 有沒有我的舊同事 如果有我的舊同事 我想她們都聽過這個故事 我完全不見了她婆婆 到處找 看一看就看了 但當然還好笑 沒理由跑得很快 我還沒想到這件事 我還沒想到這件事 去哪兒婆婆婆 我去哪兒 因為老人家 上樓梯 我第一時間擔心 她會不會上樓梯 如果真的 扭著 我要做事 我要做事 我立刻看我旁邊的樓梯 剛才我說過 地下至七樓 我是完全看得通的 是啊 我發覺 由地下至七樓 我是看不到她婆婆 通了 看了 然後我想到一件事 下樓梯 又不是 都看得通的嗎 看得通的 我想到一件事 她婆婆走得這麼快 還沒想到 她婆婆走得這麼快 那兩條樓梯 她不在中間樓梯 要是在左梯 要是在右梯 要是在左梯 走得這麼快 我還沒想到 那當然不管了 還沒時間 當然繼續進去做文件 放回那張椅子 進去寫鐵樓 拿去揭文件 揭揭文件 就想起一件事 以我的步速 走到最近的那條樓梯 都要二十秒 我轉身拿一張椅子 需不需要二十秒呢 不用 很快 我轉身拿一張椅子 拿幾張椅子就放過來 很快 我想 兩三秒一定要 兩秒左右 兩秒左右 那一刻 我就開始害怕了 那一刻 已經是沒有可能的事 那一刻 我就開始害怕了 害怕 也沒用 都要做事 這個意思是什麽意思呢 其實我懷疑 因為我聽前輩所說 因為那些時候 後人會來拜祭先人 可能先人會回來 等候人先出來 我心裡想問前輩 再問一件事 但是我婆婆說的很奇怪 她說約了在二樓 但又回到一樓 當時她差不多 兩三個月退休的前輩 就跟我說 很簡單 阿翠 你到二樓逐個找 看看找不到阿婆 看看找不找到阿婆 那麽堅 我就沒有找到 我怕我真的沒有找到 那你也要秦 遲早就見 我沒有找到 那時候我差不多離職了 不找到 算了 那些年紀大的人 她說最大可能 那個阿婆 就是擺在二樓 一定 她說要下二樓 因為那個阿婆 第一句說話 就是在二樓等的人 然後再到一樓 一樓做什麽 就是變相有機會 在一樓那裏 有一個跟阿婆的親戚 或者是兩夫妻 因為你知道 很多時候擺在墳場 有兩夫妻 一個擺在那邊 一個擺在那邊 很大機會都是擺 這件事 我跟很多墳場的職員 聊天 他們都說 阿翠 你一定是擺在那裏 我說 擺在那裏 我也不怕 我有法科底 我怕什麼 或者是有所求 我不怕 或者沒有人拜她 她等 然後我就想 其實我也沒有事 出去問問她 我拿椅子給她坐 我也在做好心 做好心 他又來你 沒有什麼事發生 然後很安穩 在墳場一直做 做到我辭職 沒有做到 這件事是我在墳場發生的 其中一件事 我有些印象的事 當然 有機會的話 我再慢慢 拿墳場的經歷 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 因為如果做墳場 很難問的 很難問做墳場 一直這樣 可以知道裡面的東西 你也不走去那裏 數一下格子 看看是否 不要搞我了 如果真的是 真的橫開其成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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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東西寧願知道也好 都不要找證據證明 是啊 有些人專門爭氣 找證據 那就算了 靈界的東西 沒有那麼多證據 有些東西不好看 不要知道那麼多 聽一下 當一個經驗吸收 猛鬼頻道就要看了 就要聽一下了 猛鬼頻道就要看了 猛鬼頻道就要看了 猛鬼頻道 真的要看猛鬼頻道 真的要看猛鬼頻道 聽得多會自己嚇自己的 我們這些很分明的東西 是吧 是的 好了 很快就說 猛鬼頻道 Part 2 今集就完了 待會見 Part 3 在等你們 不要走開 我們要洗澡 洗臉 甚至下妝 完全不需要用其他化學物質 方便又健康 還很省錢 因為每個產品平均都可以用到一年 只要用暖水清洗 就可以循環再用 快點上來 store.mich.tv選購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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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